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之前访问过天价前总编辑 庄树玉 因为我认识树玉很多年了 他老朋友在过年前就说 他现在帮天下编书 希望说我也可以再天下出一本书 所以我就答应了他就写了这本书 那我在想说我这本书大概要写给我们所有好朋友看什么 就是要看一下我对于投资的观点 所以书名叫做钱要投资 真的钱要投资 你钱不投资你要放哪里 但基本上只讲投资我觉得不够 因为投资涉及到很多心法的问题 他也涉及到很多观念跟你自己的修为的问题 所以在这书里面呢 我除了讲投资也讲退休 也讲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健康跟更自在 因为我从我最近这五年来 我自己的身体力行啊 在运动啊各方面都身心的全面的调整说起了 那这本书呢差不多他9万字左右 那庄苏玉花了很多时间去做编排啊 也非常感激他 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那个新出发表会的时间 在我的脸书 这个财经一路发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相关的时间 988新闻台 我是阮木华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啊 这个美国股市最近出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 这个所谓的典范移转这件事情啊 什么叫典范移转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股市啊 其实这两天啊科技股啊 半导体股票回涨的非常的剧烈啊 但是什么样的股票在涨呢 这个周期性的股票在涨 今天我手上正好有一篇新闻是一瓶印给我的 很有趣啊 呃这篇新闻讲什么呢 这篇新闻讲是霸龙周刊的报导 大家都知道霸龙啊 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全世界重要的投资界 大家奉为这个呃可以讲说经典籍的期刊啊 这霸龙周刊报导说瑞士信贷的分析师啊 Wilworth啊这个分析师呢 他出去了一份研究报告说呢 他把美国钢铁这家公司啊 这个代号X啊 那还有呢克里夫兰自然资源啊 就代号CLF这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呢 股票的平等从持有就是后上调到败就买进啊 理由是呢全世界钢铁市场火热 过去一个月包括美北美欧洲跟中国 这些主要市场的扁钢的价格全部创下历史新高 全世界的需求非常的强劲啊 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所以Wilworth这个Wilworth他就说呢 现在钢铁显然是处在一个超级循环期里面 他把他的目标价提到多少呢 他把这个CLF啊就克里夫兰自然资源 这家公司的目标价 从每股21块钱美金调到24块美金 那另外美国钢铁的目标价 从15块钱美金大幅的上升到35块美金哦 各位这不得了是15块到35块 那个上升的幅度是double还要再超过了 那这个美国钢铁的股价呢 在周二美国股市出现四大指数全面下跌的状况之下 对不起就道琼小厂 其他三大指数下跌的情况下 美国钢铁股价大涨了7.9% 收在26.63每分 克里夫兰资源呢 则是上涨了11.8% 将近12% 收在20.36 今年以来哦 这个美国钢铁的股价涨了58% 克里夫兰自然资源呢 是涨了40%的一个股价 那 讲实在的 如果各位有听我们节目的话 你应该知道半年前 我就告诉大家可以注意这两家公司了 是吗 就是说半年前我就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注意美国钢铁 那时候美国钢铁股价不到10块 到这个 昨天收盘了 美国最新一个交易日收盘 美国钢铁的股价是涨到了 这个 26块 从半年前哦 美国钢铁股价不到10块 涨到26块 如果你算今年以来 它的涨幅是58% 没有错将近六成 但是如果你算半年来 它涨多少 从去年第四季来算的话 那远远超过这个幅度了 好 那 那克里夫兰自然资源的股价呢 今年来涨40% 它其实已经创下2014年来股价的新高了 因为这两档股票昨天就是美股周二 全部收盘都是创下波段的新高收盘的 就是说以这个波这个收盘价是创新高 那大家都知道收盘价创新高 就是代表说他们后面的一个态势是很强劲的 这个情况是很强劲 好 可是在此同时呢 我给各位几档股票的这个股价 让大家参考 在奸牙股的龙头股部分 亚马逊今年以来只有涨1.6% 可我们刚刚讲说这两档这个钢铁股 一个是涨四成一个是涨六成 亚马逊今年只有涨1.6% 亚马逊的K线已经出现连四黑了 而且呢 在美股周二亚马逊的股价呢 是大跌了2.2% 他是破了月线了 那除了亚马逊落势以外呢 苹果今年是下跌的 如果你从年初看到现在的话 苹果股价是跌3.6% 那苹果的股价呢 在美股周二呢 已经是跌到了季线了 亚马逊是才刚破月线 但苹果已经破季线 苹果跌幅更大哦 同一个交易日苹果是跌了3.5% 另外呢 微软已经算是今年奸牙股里面 股价表现最强劲 因为他即使是最近出现持续的下挫 但是微软的股价今年还涨了14 11.4% 毕竟微软是在建议股里面 今年算是一个多头的指标了 但是呢最近他也是持续在下挫 破月线 然后跌到季线上方了 至于说呢 这个整体的盘势来看呢 纳查克指数今年全年到最新一个交易日 他只有涨幅只有5.8%了 那道琼工业指数呢 则是涨了这个11.5% 所以说各位发现很明显有没有 这个道琼涨超过一成 但纳指的涨幅已经收敛到不到6%了 显见这个半导体跟电子股 还有就科技股尖牙股 不是今年美股的主流 跟台股一样 所以说这个是典范的移转 为什么因为去年都是这些股票在涨 我们讲就半导体啊科技股在涨 但今年回过头来变什么 我再跟各位强调周期性的股票 原物料相关性质的股票 钢铁啊航运啊 甚至电子股里面也有像D-Ren啊 像面板 这些呢变成是今年的这个主流 所以股票上往往就是这样子 风水流转 这个一定会换人当家做主 最佳女主角永远不会是同一个人的 那钢铁的一个基本行情 最主要我觉得几项 第一个呢就原物料价格推升 对于说它这个产品 产品价格的影响 铁矿石啊铁矿砂 现在美工顿已经涨到了这个 超过150块钱美金了 这个已经是10年来新高了 那铁矿砂的价格是去年第四季 往上拉升的 那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 是一个最大的铁矿砂进口国 全世界大概50%以上 铁矿砂是这个生产供给给中国的 那这个全世界就三个大的铁矿石的公司 一家是这个巴西的淡水河谷 另外两家呢是澳洲的利拓 跟必合必拓 那大陆主要买的铁矿石啊 铁矿砂是买澳洲的 大概占了它整个这个铁矿砂的 60%的一个购买量 就是在澳洲的这个进口部分 那全世界这个散装啊 在海面上走的 大概一半的船是在这个铁矿石的 所以这个铁矿石的价格啊 包括它的这个供给的需求的情况 对这个散装航运来讲非常的重要 比如我们讲说散装航运很不同的 不同的船型嘛 比如说海甲型 巴拿马极限型 或什么轻便型 这些船呢 最大的就是海甲型 海甲型 为什么叫海甲型啊 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过 因为它没有办法经过巴拿马运河 所以它必须要绕过好望角 非洲南端这样走 因为它船太大 10万吨 巴拿马运河它走不进去 所以说呢它叫做海甲型 或者有人叫做好望角型 那所谓的巴拿马极限型 就是说它可以走巴拿马运河 大概五六万吨 那海甲型的这种船呢 最主要它是在这个铁矿石的 那哪一家 那台湾哪一家公司 海甲型最多就域名嘛 域名这个海甲型的这个船最多了 那这个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来讲说这个铁矿石啊 它其实跟这个散装航运之间的关系 非常密切 那中国大陆又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铁矿石的进口国 那最近中国的这个钢铁公司 它有一个联合会 叫中国钢鞋啊 就向中国的政府要求说啊 你要这个多开放我们这个中国境内的 铁矿石的这个自己的开采啊 为什么因为进口的铁矿砂的价格 涨得太凶了 我们的成本受不了了 那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铁矿砂的这个开采很高污染嘛 所以说大陆为了某种情况 环保啊各方面啊 它就是某些的很情况在限制 那因为但进口的铁矿砂已经涨到十年新高 那大陆的钢厂受不了了 就要求要自制产了 自己开采了 这是一个 另外呢最近大陆也宣布了 这个一百多项的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全面取消 那这个出口退税全面取消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将来啊不鼓励出口了 那大陆知道全世界这个最大的出钢产国是中国 它一年是十亿吨呢 第二大是谁 第二大是日本跟印度 这日本跟印度也就一亿吨了 是中国的十分之一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三四名是美国 美国才不到一亿吨呢 美国的这个出钢产量不到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了 那大家都知道说你产 你产量越小 如果你的需求越大 你的钢价自然就越高嘛 所以我们以这个钢 钢品最主要的一项热压钢来讲 这个美国现在每顿的热压钢 已经涨到一千五百块钱美金了 亚洲的热压钢价才在一千块美金 这差了五百块美金一顿 那你想看亚洲的这些钢品哪里有利润 当然是倒到美国去有利润啊 因为美国一顿可以卖一千五百块美金 在亚洲只能卖一百 这个一千块美金 这差了差了利润差了多少啊 所以说过去美国不足的钢品都亚洲倒过去了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他要这个限制出口 他的出口退税取消了他就是要整个 这个所谓碳中和这些概念下面 所以我在讲说这个钢铁业 他可能是一个直变加量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一波的钢铁行情你不能是只看 我个人觉得啦 你不能只看它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 他里面掺杂了所谓的未来减碳减排 这个直变量变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罢隆周刊的讲说瑞士信代这个分析师分析 美国钢铁这家公司跟克里夫兰资源 我觉得他分析的是对的 他的目标价调高也是基于很多层面的去调高 只不过就是慢了嘛 半年前我不就跟各位报告过了吗 但我们不是说人家多慢 至少他也公布了相关的信息 那在讲说这个所谓的碳中和直变量变这件事情 拜登宣布美国的减碳减排2030年他要这个减一半 但是中国已经宣布了2060年是碳中和了 那碳中和代表什么意思 碳中和就代表说我要净零排放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碳排放跟我的某种情况节能减排 或者说二氧化碳的吸收直速造零这些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碳的排放呢把它减这个抵消掉 这叫做碳中和净零排放 好所以关键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呢要增加直速造零这是绝对肯定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在高污染的高碳排放的相关行业上面 我认为长期全世界很难在